欢迎大家出席今晚有三郊会馆宜渊社 唐中红卫乐剧团严格为大家呈现的大型神话乐剧追语 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开幕仪式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本晚的演出主兵 新加坡太平居生三郊会馆法律顾问李文龙大律师 三郊会馆名誉顾问前国会议员王家元博士 也要以特别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今晚的特别嘉宾 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雀桥娃先生 好 下面有请我们三郊会馆的会长 李明轩博士到台上至简短的开幕仪 谢谢大家 出钱 花时间来支持三郊会馆重工事 什么是三郊呢 是浙江 江西跟江湖 这叫三郊 但是后来呢 在1945年的张城里面呢 却把它改成了黄河 长江 黑龙江 这不是我的错 我这个三郊会馆要顶着这么大的地方 我们是青大会馆里面最小的会馆 今天在座的余大坝 会馆的老大 谢谢你们支持了 名单这么长 我就不念了 再一起恭 谢谢大家 参赞雅竟然是三郊会馆的重工事 那么三郊会馆的香音是什么呢 三家会馆的香音就是乐曲 不是往红系啊 是越南的乐 就是今天晚上演的这个乐曲 对我的理解 什么叫香音呢 是母语中的母语的母语 对吧 它是什么味道的 就像我们还没满月的婴儿 忽然间断了母乳 用牛奶长大一样 忘记了母亲的味道 所以香荫 就是我们最原始 最根本的一个企业 你知道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吗 幻想 某种程度 好过知识 所以今天 我们这个地方兴趣是什么 大型神话的乐句 什么叫神话 神话 是民间的话语权 我们民间要讲很多很多东西 有时候不方便讲 通过神话故事 这就是民间最基本的话语权 给了我们自己本身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 对吧 谢谢林方华先生的兴趣 因为你是戏剧学院的 我这边迈弄了 不好意思 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值得我们回味 我们看地方戏曲 其实是一个内容 不同版本的 还有房东西 演戏 金剧 等等 不可能是同样一个内容 但是 他所介绍的东西 却有那个相应 打动人心的 所以今天看不懂的 不要紧 我们有英文字幕 有中文字幕 边看边懂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最主要是搞了那个断奶的母亲的感觉 这下子我们就成功了 再次谢谢 带座的大佬们 被我抢过了 买了VIP的票 我们今天能够如此成功 都靠大家 当然不要忘记了我们 National Art Council的支持 谢谢大家 会长留步 会长 我们要 给我们远到来的 这个艺术家 颁发纪念品 有请我们的李大佬 好 我们一个特别的颁奖仪式 邀请我们远到来的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 周焱老师 来 由我们李敏仙会长颁发纪念品 等一下我们就会欣赏到 他的精彩演出 我介绍一下周焱老师 他是一级演员 我曾经跟他同台演出啊 没办法了 来到新加坡做会长 只好去去牛了 但是我跟他的距离是相差千万里 谢谢 老师刘虎 请我们 接下来邀请我们杭州红梅乐剧团的 汪桂莲团长 感谢他们远到而来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汪桂莲团长给我化妆两个钟头 折腾到我今后看到他就逃 谢谢汪桂莲团长 感谢汪桂莲团长对我们会长的严格要求啊 好请到后来准备 请问汪桂莲团长就坐 也感谢我们的司仪大头娃娃 李仪大头娃娃 好 下面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 敬请大家观赏大型神话乐剧追踢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